世界上大概有两种钱 一种是能说得出口的合法收入 一种是说不出口的非法收入 手握非法收入的人 无量让自己不会判刑 总需要通过各种途径 让他手中难力不明的一大笔钱 得以合法化 用专业点的名词来说 这个过程就叫做洗钱 它作为一个不太古老的名词 自诞生之日起 就潜伏在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中 根据2020年联合国发布的报告显示 转移利润的企业 每年给各国政府造成5000亿美元的损失 全球有7万亿美元的私人残富 都隐藏在避风港国家 每年全球洗钱金额 达到约1.6万亿美元 在我国 由于跨境网络赌博爆炸时增长 每年仅赌资 就有一万亿元资金万流 大到整个金融系统 数万个赌场 小到一栋房子 一件艺术品 甚至是一个二维码 都可能涌动着万千黑钱 作为最隐蔽的黑色产业 洗钱正日渐成为 仅次于外汇和石油的 世界第三大商业活动 它也被形象描述为 世界经济悬脉上的毒瘤 大家好 我是许同乐 欢迎来到春安帕斯 这里是财富之路系列的 第四期上集 今天我们就聊聊那些巨富 是如何用各种手段 进行洗钱的 在聊关于钱的各种操作之前 有必要就洗钱达成几个共识 洗钱 一位名字叫 Money Lundering 是指将犯罪所得及其收益 通过各种手段 隐瞒或掩饰起来 并使之在形式上 合法化的行为和过程 犯罪所得及其收益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黑钱 常常是以现金的形式存在 这一点很好理解 毕竟通过银行进行交易 都是有记录的 没有人会傻到 用支票或者信用卡 来支付毒品作私的费用 相比之下 现金交易留很少 隐蔽性强 而洗钱 就是为这笔黑钱 加上保护壳 使其变得秘密 直至完全匿名 最早也是最接近 现在意义上 进行洗钱活动的 是美国的黑帮 1919年10月 美国颁报 沃尔斯泰德法 俗称全国禁酒令 根据法案规定 凡是制造 售卖 乃至于运输酒精含量 超过0.5%的饮料 皆属违法犯罪 但行进法律的 永远是最暴力的 美国人庞大的饮酒需求 让非法生产 和走私酒精这门生意 在美国迅速崛起 号称芝加哥之王的埃尔卡鹏 就是当时走私 贩卖酒精的黑帮首领之一 凭借禁酒令的机会 卡鹏打通了全美走私酒的网络 他通过大肆收买政客 打点关系 获得了政治绿灯 在背地里 开设四酒工厂 生产酒精产品 并通过控制 一万多个地下酒吧 进行酒精销售 仅四酒工厂 卡鹏每天就能获得 5000美元的利润 20世纪上半夜 凭借着庞大的生意网络 卡鹏成为了 芝加哥地下走私酒精圈子的 头号人物 除了四酒产业以外 卡鹏还一并控制了 芝加哥的黄斗毒产业 平均每年 卡鹏从这些非法活动中 获得大约6200美元的 高额利润 巨大的利润 使得美国黑帮 纷纷加入这一行的 为了巩固帮派 做大生意 禁酒令期间 各黑帮之间的血贫 躲避警察追捕 是家常便换 仅卡鹏记载在案的 枪杀案就高达几十起 其中最恶劣的一起 发生在1929年 1月14日的情人节 当年上午 在和乔治莫兰领导的 爱尔兰帮派 发生多次冲突后 卡鹏指指手下 去给他们一点教训 这几个人 身穿偷懒的警服 拿着汤普森 直接冲进一座汽车房 威逼之下 里面的爱尔兰帮派成员 没有反抗 老老实实地靠墙 站成一排等待搜查 卡鹏的手下 二话没说 进行一顿疯狂扫射 七名成员 被当场打死 此事件 被媒体称为 情人节大屠杀 并进行疯狂报道 血腥露骨的画面 传遍大街想象 全美上至政府 下至流浪汉 纷纷掀起了 反对黑帮暴力的浪潮 以卡鹏为代表的黑帮 成为了大众公敌 迫于压力 总统胡佛 下令对卡鹏进行调查 然而等十日起来 才发现取证异常艰难 这是因为 早前 卡鹏为了躲避追查 就已经把犯罪得来的钱 统统洗成了合法收入 卡鹏的洗钱 分成了三步 首先 卡鹏在芝加哥 开了上百家洗衣店 洗衣店规定 24小时营业 日盐为顾客 清洗衣物 付款方式为 只收现金 整理每月利润时 卡鹏会把一部分黑钱 混入洗衣收入中 这一步用专业数语说 叫处置阶段 也叫存放 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 是将犯罪收益 放进金融体系内 洗衣收入 混进黑钱后 卡鹏将它们存进银行 并向收入机关是贸纳税 一藏一存 犯罪收入变为合法收入 这一步可以看到是 离息阶段 也叫掩藏 是将犯罪得益 转换成另一种形式 例如从现金换成支票 贵重金属 股票 保险储蓄等 最后是整合阶段 经过不同手段的掩饰后 将清洗后的财产 如合法财产般 融入经济体系 在当时 卡鹏将洗白的钱 正大光明地用于赌场 妓院和酒精生意的运作中 因此 卡鹏的洗钱 被视作现代意义上 带有犯罪性质的 洗钱活动的开关 1931年 由于精妙的洗钱手段 卡鹏仅在美国国税局的调查下 以逃税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然而 江山必有人裁出 随着社会的发展 卡鹏的那种洗钱方式 已经非常拉快了 如今 洗钱方式一路演进 可以说 花钱的方式有多少 洗钱的方式就有多少 而利用避税天堂 和离岸金融中心 就是最常见的一种方法 去年10月3日 国际调查记者通农公布了 迄今为止 涉及避税天堂的 全球范围内 最大的泄密文件 史称潘多拉文件 文件 曝光了全球35位世界领导人 证监人士 供职人员 以及超过130位富豪 名流和商界领袖 如何通过离岸公司等 来藏匿他们的财产 其中 约旦国王 通过英属维京群岛 和其他避税天堂的离岸公司 陆续构置了15处豪杂案 阿塞拜疆执政者 阿里耶夫的家族 利用离岸公司 秘密收购英国17处房产 包括移动价值 3300万英镑的伦敦办公楼 巴基斯坦总理 伊姆兰汉的亲信 包括内阁部长及其亲属 秘密拥有的离岸公司 和信托资产 数以百万美元级 尽管合理避税 不是一件非凡的事 但通过一连串秘密空壳公司 交叉掩护并输送资金 就会被合理怀疑 做的是脏钱洗白的事 所以 潘多拉文件的包工 被称作是一个 全球性的现代洗钱体系 浮出了水面 这里有必要先聊一下 离岸金融中心和避税天堂 离岸金融中心 是指在本国以外的 国家和地区设立的 不受该国金融法会管制的 金融机构 进行资金融通活动的地方 一般来说 离岸金融中心 基因成本低 不受利率上限约束 还能享受到税收优惠 在发挥低成本资金 流动优势的同时 还注意保护隐私 英国伦敦 就被视作最早的 离岸金融中心 上世纪50年代 英国陷入了第二次中东战争 英镑大幅贬值 为了保住英镑价值 英格兰银行大幅提高利率 并加强万货管制 限制英国银行 向非英镑区国家居民 发送贷款 或提供贸易物资 为逃避万货管制 维护伦敦金融中心的地位 加上当时的马歇尔计划 美元流入欧洲等原因 伦敦各大商业银行 开始大量吸收美元存款 并向海外客户 提供美元贷款 其结果就是 伦敦很快成为了一个 颇有规模的 非居民美元存贷款市场 而英格兰银行也对了宣布 这个欧洲美元市场 独立于英国的金融体系 自己没有责任 对其进行管制 凭借着地监管 高回报 伦敦离岸金融中心 快速发展 和伦敦离岸金融中心 一起出现的 还有全球的反殖民浪潮 在当时 许多英属殖民地 法属殖民地 纷纷独立 这些殖民地 大多都是小岛国 地偏人少 还没啥资源 比如开曼群岛 维京群岛 巴哈马等地 企业税和金融税等 一系列优惠政策 以开曼群岛为例 1966年 在获得主权后 当地政府 通过了大量与金融有关的法案 例如银行与信托公司管理法 信托法 外汇管控法 同时修改1960年的公司法 进一步降低税负 并且根据英国的普通法原则 通过了机密关系保护法等 政策加持下 大量资本企业 纷纷去到开曼群岛 连岸金融活动发生频繁 开曼群岛成为了全球第一个避税天堂 也被称为避税型离岸金融中心 收税少还保密 自然也成为了洗钱朝鲜 从上世纪70年代起 快速增长离岸金融市场 开始与各避税天堂融为一体 慢慢整合成一个全球性洗钱体系 在其中 英国的各避税天堂 成为了全球各种金融活动的集散地 根据潘道安文件揭秘 涉及为公职人员洗钱的公司中 有超过三分之二 都设立在英属维京群岛 败挤银行和法律等业务 不论这些业务是合法还是非法 数据显示 每年通过英国洗的钱 金额高达900亿英镑 在其中 俄罗斯发国难财的拐头是贷户 根据泄露的转账记录显示 2007年 俄罗斯富豪的RV 用一家驻参在英属维京群岛的空壳公司 通过立陶宛银行 向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慈善基金 转去了20万美元 之后 RV又多次通过私人投资银行TD 为慈善基金会捐款 还通过TD控制的70多家零案公司 在2004年到2011年间 帮助俄罗斯拐头 转移了46亿美元的资金 这些钱有相当一部分 是贪污腐败或偷税漏税的黑钱 其中一笔就涉及2009年左右 发生在俄罗斯的一起官僚诈骗案 此案涉及诈骗金额2.3亿美元 在当时这笔钱下落不明 而且调查此案的律师 还突然死在莫斯科监狱中 让这起案件更加扑朔迷离 但根据后来泄露的银行信息显示 当年在诈骗案中受益的俄罗斯公司 将1.3亿左右的美元 转入了RV旗下私人投资银行TD 所持有的70家零案公司中 而TD在2011年的时候 被卖给了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 此次交易行为发生后 RV及其合伙人拿到了10亿美元 经过一系列操作 RV不仅洗白了钱 还顺便捐了款得到好名声 除了俄罗斯拐头 2008年左右 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的儿子 塞伊夫·卡扎菲 用利比亚民众的残福 通过英手维京群统一家公司 购买了伦敦一座总价值 高达1500万美元的豪宅 这仅是卡扎菲家族 在伦敦近4亿美元腐败资产的一部分 2016年 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 巴基耶夫的小儿子 马克希姆·巴基耶夫 利用贪污的数百万美元资金 向英国申请了政治庇护 并通过一家在伯利兹注册的公司 在萨里郡 买了一栋价值350万英镑的豪宅 根据The Tax Justice Network 2020年2月发布的 避税天堂排行榜显示 英国及其离岸卫星 组成的网络排名第一 除了离岸金融中心 和避税天堂外 还有一个国家 被称为典型的洗钱圣地 瑞士 瑞士能够成为洗钱圣地 也是由于银行的保密制度 1934年 瑞士作为永久中立国 提出银行保密法 这个法案规定 瑞士银行一律实行密码制 为储户绝对保密 储户可以使用化名 数字 甚至可以用虚拟的办事处 公司 代理机构等形式 进行看户 财产的真正拥有者 可以永远不露面 银行办理秘密存款金业务的 只限于2-3名高级职员 在办理秘密存款金业务时 只要2-3名高级职员经手 禁止其他人过问 一旦客户资料泄露 这些人则会被处罚6个月的监禁 和5万卫士法案的罚款 在银行里不准拍照 不讲名字 办理个人秘密户头的职员 大都是紫成副业 试探相传 经过学徒制度的良好职业教育 在银行保密法 以及中立国政治地位的庇护下 瑞士的金融机构 有拒绝政府对客户账户调查 和监控的权利 除非客户的犯罪行为 板上钉钉 大量国际资金 跨洋越海道瑞士 一度瑞士银行业 管理了超过三分之一的 国际私人财富 每年收益高达140亿欧元 但这种保密制度 也为洗钱打开了方便的大门 2007年 在巴西跨国地下洗钱大案中 洗钱组织 利用瑞士最大银行瑞银集团 和第二大银行瑞士信贷银行 通过开设N哥秘密账户 然后采取境内外 不同账户之间多次转账的方式 把巴西当地首付的大量资金 转移到瑞士 每月金五至少有700万雷尔 除此之外 阿根廷前总统梅内姆 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 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哈托等的黑钱 都存入到瑞士银行中 911事件发生后 瑞士银行中又发现了 多个恐怖嫌疑分子 看涉的账户 至此恐怖主义融资 也被纳入反洗钱监管队伍 在多国声讨下 2014年5月6日 在巴黎举行的欧洲财长会议上 瑞士同意签署一下 有关自动交换信息的全球新标准 瑞士银行保密制度走向终结 但通过瑞士洗钱 不会因为保密制度失效 就销声匿迹 一方面是因为瑞士银行联好的服务 另一方面 瑞士银行自己也不想失去客户 所以在近几年 瑞士还是频频牵扯到跨国洗钱案念中 比如马来西亚的伊马洗钱案 巴西国营石油贪污洗钱案的 而最近爆出的潘多拉五念中 有90多名瑞士顾问被提及 其中三分之一 向那些被反洗钱调查机构 调查的客户提供服务 连岸金融中心 要么是避税天堂 要么又有银行保密制度 都可以看作是利用金融机构 进行洗钱 但除了这些之外 上面也说了 洗钱是给这笔钱 加上保护壳 使其变的秘密 直至完全匿名 最初卡佛的壳是洗衣店 现在这个保护 变成了房地产 电影 酒庄 餐馆等一切资金秘籍的产业 房地产作为大楼资金流通的产业 一直是黑钱洗白的保地 2006年 就有媒体报道过 在高档楼盘中 大概会有20%的购买者 将购房用作洗钱 房地产洗钱 还分成了两种 一种是进入开发阶段 一种是进入售卖阶段 在开发阶段 黑钱方 会利用自己所信任的人 成立房地产公司 自己幕后操纵 或是把非法所得 转入自己亲信的账户内 入股已有的房地产公司 比如黑钱方办了一家房企 和几家相关的建筑公司 房企与这些相关企业 或个人签订合作合同 这时可能会出现一样合同 合同上写着50万 但实际付款500万 之后 房企将资金以项目工程款的形式 比如原理绿制款 然后合同等款项 达到这些公司账户 或个人账户 黑钱在几家公司里 来回游走几个回合后 成功漂白 而在售卖阶段 黑钱则会用本人或他人名义 以现金的方式购房 这类资金的典型操作是 拿着一麻袋现金 大量购买商铺 鞋子楼 一年后更名 或者以低价卖出 比如300万买 250万就卖了 你看着他傻 实际上他直接洗满了250万 还有一类 是通过按揭购房 提前还款的方式洗钱 房地产单位价格高 洗钱者在购房时 如果全部使用现金的话 太高掉 因此洗钱者 往往故意选择将部分房款 通过银行的个人住房 按揭贷款支付 随后采用提前偿款的方式 将手中的非法所得 及其收益 用于还款 但就房产本身来说 美国的房产 尤其是纽约的房产 是黑钱愿意去的地方 纽约的房地产所有权 和银行账户编号一样 仅从一串数字 人们难以知晓 其所有人的真实情况 除此之外 这些房产 还受到严格的 连岸司法侠区 保密法律的保护 纽约房地产 顺势成了黑钱的乐土 2009年至2014年间 马来西亚伊马发展公司的 高管及其同伙 就从公司挪用了 大约45亿美元 通过空口公司 在比弗里山庄 和纽约大量购买豪宅 伊马发展公司 成立时的初衷 是通过各类全球合作投资 和外国直接投资项目 发展马来西亚经济 但等到2016年事情半露 人们才发现 伊马发展公司的负债 已高达130亿美元 几年间 这些被贪污的钱 不仅去向了房地产 还去向了拉斯维加斯的 合法派对 赌场和各种声谜场景 而掌握伊马发展公司的 马来西亚前总理 那几步倒台后 在搜索他的住处时 发现567个名牌包 423块名表 25大黄金 几千双名牌鞋 12000件珠宝 这些东西总价值 约合18亿元人民币 光是理清数目 就花了150个工作人员 36天的时间 涉嫌贩毒的 委内瑞拉副总统 塔雷克·埃尔·埃萨米 也利用一家有限责任公司 和业务经理 掩盖其身份 使用贩毒收益 购入迈阿密 最高大厂中的豪华公寓 价格约为700万美元 乌克兰前总理 纪莫申科 和前总统亚努克维奇 也曾互相指责对方 利用黑钱 在美国购置房